Muji Read News Top 5 鋼琴家舉辦獨奏會 那其實百歲仁瑞鋼琴家這個句詞 就讓你覺得非常的驚訝 是 是一位日本鋼琴家叫做市井摩耶子 他就是1921年出生 所以現在真的是100歲 他是4月18號的時候拍了一個鋼琴獨奏會 度過他的百歲生日 那當然其實曲目並不是非常的困難啦 比如說他是月光啊 或是給愛麗絲啊等等 但是光你想他是一位百歲仁瑞 然後在台上演奏鋼琴 就是讓人很佩服 這也感動了很多粉絲喔 就登上我們第五名 再來第四名呢 頂不住了 先才音樂總監 其實他是在講說 美國啊 南卡來羅那中查爾斯頓交響樂團 他們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呢去年的這個財政狀況非常的吃緊 那再來呢 香港籍的音樂總監叫做林靜基 是從2014年上任的 快要八年的時間 他的表現也非常不錯 那也得到很多樂評的讚許啊等等 但是他們就先宣布說 在2021、2022這個林靜基的任期結束之後呢 他們再也不會拼拳音樂總監了 而且其實他們找來成為他們新的職位吧 藝術總監之類的 他們設了一個新職位來帶領樂團 那這一個來帶領樂團的人呢 其實就是他們的樂團首席 兼流行音樂會的音樂總監 原來的流行音樂會的指揮 所以很明顯的就是要准結開支 不過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權宜做法啦 應該是說 因為本來音樂總監他就是一個帶領樂團 然後可能整合樂團的一個角色 但我覺得可能查爾斯頓交響樂團他們認為說 他們自己目前樂團本身 可能已經到一個穩定的階段 所以他就是靠克希指揮來 尤其式的演出這些音樂曲目就好了 那當然這是一個方式 也或許有一些樂團未來也可能會跟進這個情況也不一定 那我覺得現在因為講彩音樂總監 看起來讓人覺得有點震驚 所以也登入我們這次的Top4 那再來第三名呢 關於朗朗不可不知的十六件事 那講到朗朗呢 他其實一直都是一個有點爭議型的 話題人物 對啊音樂家 就是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他就是一種狼味 就是這種感覺 這個題目其實也很有狼味 很有話題性 很衝擊性的一種題目 你越有正反面消息的人 大家就會越會關注 不管到底是喜歡他或是討厭他 其實也證明了他真的很有話題性 像裡面呢 我覺得講了一些比較有趣的 比如說像是 是台灣鋼琴跟朗朗曾經合作過 這個同名掛名的品牌 朗朗新鋼琴 對朗朗鋼琴 然後還有像比如說 朗朗跟很多流行音樂歌手的關係 都非常好 比如說像Cain West 或 Herbie Hancock 等等 那其實他有一些有合作 那我覺得蠻期待 如果他之後 真的跟Cain West合作 會是長什麼樣子 那再來 Top 2呢 那時候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真的是一個 我半夜睡不著覺的時候 看到的新聞 OpenTix出現了很多場零元票 我之前用OpenTix在看節目的時候 就看到 陳若瑜 爵士鋼琴家 還有開心的獨奏會了 那我就按進去看一下 那我就發現奇怪 為什麼那個票價上是零元 到好像是兩千元 然後我再仔細的再去看 才發現三樓的這一層 所有的票都是零元 而且有七十幾張 然後我就還真的試著按了一下 結帳真的也是零元 但是最奇怪的是 它上面明明寫的是一千元票區 只是系統出了問題 就是讓它變零元票 後來更讓我驚訝的是 檢視了所有的節目 還不只這場出現零元 總共有三場 真的是系統型問題 很剛好的呢 在我們把這新聞PO出之前 欸 OpenTix 就把這個bug修復了 OpenTix 後來他也有公佈 就是說 反正如果你有買到的 可能根據一些這種 消保法的規定 你就可以拿這個零元票去 停這個音樂會 因為我真的有看到 有一些人真的有先結帳了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OpenTix 在我們準備 早上匯報的時候 他又把那個公告拿掉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其實我就覺得說 欸 如果你這個系統 有問題你就應該要繼續的 面對它 那當然是希望他們能 越做越好 所以他可以越來越感情嗎 最後呢第一名叫做 朱莉亞音樂院的挑戰 改變或等待被消失 其實他是一個朱莉亞音樂院的畢業生 他是一個音樂家 他的一個投稿跟反思 他說他有一次下班後 他就接收到了一個E-mail 那E-mail上面就說 您好 我們是 Rose Springsteen的團隊 想要邀請你來幫我們演奏 他那時候想說 真的是誰喔 不知道 然後結果後來回來他跟他老公講 老公說 欸 搖滾天王 工人皇帝耶 你居然不知道 無奈他竟然不知道 對 然後他才開始去反思說 我念朱莉亞 我就是從小到大 都接受古典音樂訓練 那為什麼我會不知道呢 我們的音樂訓練 是不是有一些問題 所以他其實講的 不是是朱莉亞音樂院而已 他講的其實是一個古典音樂 對 古典音樂教育的情況 那是不是古典音樂的教育太狹隘了呢 一直專注在這個古典音樂的市場裡 或是這個作品裡呢 其實他就是這樣一個反思 也引起我們很多粉絲 大量的回應跟分享 我覺得應該大家都心有氣氣焉吧 這就是我們這個月 五個 說到大家關注的新聞 那接下來是三個 你應該要知道的新聞 Muzik Green News Spotlight 第一個是一個有趣的人事變動 就是杜達美要接上巴黎歌劇院 那我覺得一開始這個新聞出現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欸 杜達美他會指歌劇嗎 總覺得他應該去接一個交響樂團 對不對 對啊 那不過後來仔細查發現 其實他還是有在指歌劇 只是好像 錄音沒那麼多 對 不是以這個文明的 不過他還是指巴黎歌劇院 而且同時之間其實巴黎歌劇院 本身也不是指演歌劇 對 他其實一上任第一個公佈的 要做的新製作就是芭蕾舞劇 對 那所以對他來說 也是一個新的挑戰 那我們也很期待看一下杜達美 因為他永遠可以給樂團 帶來一個不太一樣的氣象跟變化 而且對這個歌劇院來講 應該是一個強心針 因為他們之前財政狀況很不好 行政總監又出現危機 這個之前我們在網站上面 都有跟大家分享過 對 那就期待 看看會有什麼新的發展囉 那第二個呢 是巴赫耳中的萊比錫 聽見五個世紀的聖托馬斯教堂 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個教堂其實在古典樂壇 最有名的就是 他是巴赫的馬太宗男曲的首演教堂 也就是巴赫當時是以這個教堂 作為升學空間相像的對象 來寫馬太宗男曲跟演出馬太宗男曲的 那這個教堂呢 其實他很有趣的地方是 他是一個蠻有歷史的教堂 尤其是在宗教改革的時候 馬丁路德有親自在這邊講過道 那因為宗教改革很大的重點就是 要以當地的語言講給下面的信眾 讓他們可以直接聽懂聖經的道理 所以這個教堂在當時呢 就做了一些讓講話的聲音 可以更清楚的改變 那由此我們可以想到 那個時候的教堂升學效果 跟我們現在聽到的 或者是更早巴洛科時期的效果 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就有一個美國的國家團隊呢 他們的科學家去在這個教堂裡面 發出音源去測量 錄到電腦裡面以後 去模擬出這個教堂的升學 整個空間的效果 藉由這個系統可以去模擬說 當初馬胎受難區 在那個時候的人耳朵中 聽起來是怎麼樣的 對,而且我覺得他提出一個很重要的點 因為我們現在講這個 鼓樂運動啊 大家大概care的都是什麼 樂器啊 演奏方式啊 詮釋方式啊 很少人會想到 那時候演出的升學效果是怎麼樣 他的客觀條件是什麼 對,或許可以是另外一個觀點 那再來第三個叫做 串流前蹤 這是一個很長的系列報導 那到底在蹤什麼呢? 這是個蠻大的題目 其實之前我們網站上面也有分享過 就是關於Spotify的分潤模式 還有吃到飽模式對古典音樂不一定好 這樣子 這一系列呢其實是更詳細的講 比如說他的分潤模式 這個BugTrack他有一個特約的作者 專門寫了這一系列文章 一開始呢他就告訴你說 他推算出來的結果 我們每一塊錢給Spotify的訂閱費裡面呢 有大概13毛錢是給了演出的藝人 有7毛錢給了寫詞卸取的人 那這樣子只有20毛錢啊 剩下的80毛錢都到哪裡去了? 大部分其實到了Spotify的影韵成本 還有呢給了所謂的唱片公司等等之類的 所以呢實際上到了我們所認為的歌手 或者是演奏者手上的並不多 這個之前我們新聞也有討論過 但是呢分潤模式其實只是其中一個層次而一 那曲子能夠得到多少錢 其實還牽涉到很多很多的層面 例如說你為什麼會看到跟聽到這個曲子 一般來講我們說是演算法嘛 可是演算法中間所有的秘密 我們都是不知道的 它是一個Black Box你看不到的 甚至於呢平台現在還 唐而皇之的跟大家公布說 你可以花多少錢想辦法為這個曲子加成 我們就想辦法讓這個曲子容易讓大家看到 對其實就是廣告啦 坦白講 就變得像廣告一樣 裡面他就講了一個很直接的效果 他就說像你永遠不會在什麼RELAX 曲單裡面看到古典音樂 對因為古典音樂講不到錢 而且他也下不了廣告 看完這篇我還有一個反思是說 還是是使用者真的投太少錢在裡面 因為坦白講我每個月花在這串流上面的錢 真的很少耶 也不多 但是呢實際上少歸少或是多歸多 這篇文章如果大家仔細去看的話 會發現重點並不在多跟少 而是他後面的資金流向跟結構的問題 所以說就算我們付的錢多了 我們理想中可能希望他到創作者 或是他到演奏者手上的那個佔比還是很小 對不過我想串流畢竟還是一個趨勢 因為他是越來越成熟 他越來越多人在使用的一個聆聽音樂的方式 那他要變成一個正向循環的一個模式呢 可能還要再摸索一下 這樣呢就是我們這次的 你應該知道的三個新聞 那麼母技早上匯報下次再見囉 掰掰 今天早上匯報大家喜歡嗎 喜歡的話慢慢按個讚或按訂閱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意見的話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麼母技早上匯報下次再見囉 再見囉